花蓮市盛天公 特别捐赠花蓮施工所 100份的民生物资 和3000公斤的白米 希望能够透过施工所 社福工艺整合平台 将物资转赠给 地方的社福机构 和低收入户的净贫户 来帮助较为弱实的家庭 减少生活上的负担 花蓮市盛天公 在法会过后集结信众爱心 捐赠给花蓮市工所 3000公斤的白米 以及100份的法会物资 希望能透过施工所 社福工艺整合平台 帮助到家境 较为弱势的家庭 因为今年度全世界 发生了武汉会员 整个经济都非常的没落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法会 就起名为消灾 我们这一次的所有经费 都是由我们的三性大德 他们平日所监献的 都是点点滴滴 他们的辛苦钱 我们只不过是帮他们的忙 将这些物资能够送给一些低收入 还有边缘户 让他们能够过一个好的日子 26号下午 花蓮市长魏嘉仙也特别到场颁证感谢状 肯定他们的慈悲大爱 以及对弱势的关怀 那我们这次要谢谢圣天宫 这样子发心 带检标 然后有非常多的信众大德 也圣天宫举办这样子消灾祈福的法会 那把这些物资也转正给周边的一个乡镇市 让我们这些乡镇市能够妥善的运用这些物资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 那我们这次有华山基金会 然后家府中心 还有老家这三个单位 来让花蓮市的所有的需要帮忙的家庭 能够得到一些协助 那我们再次要谢谢我们圣天宫 非常信任花蓮市公所 让所有的物资都统筹 由市公所来做相关的调度 圣天宫送米的方式相当特别 是以提货券的方式 让市公所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 提领最新鲜的米粮给弱势家庭 而圣天宫主委赖云论表示 这些米粮都是信众捐赠的 就是希望能够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善尽宗教团体回馈社会的信念与行动 期盼有更多善信人士 投入社会公益的行列 记者许立琴 花蓮市报导